背负着大家希望的战斗 才成的上王牌 极限算什么 我随时可以超越 Hey 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小哥 这个任服就出了这个 中之火神大我啊 真的是超级的帅 我稍微去看那个预告 哇这个角色到时候我绝对 绝对绝对要玩 虽然可能不是当时 直接磕到这个角色啦 但是我觉得过后我也是一定会 弄这个角色出来玩 而且他的位置跟清风打的还蛮像的 反正就是 我一个超喜欢超喜欢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活动 哇塞 好这个任服是往常是200抽 然后他的点圈会稍微的便宜 所以他会是200抽 多了一个新的潜能特质 基本上这个潜能特质呢 我来给你们大概解释一下 这个潜能特质是一个 之后会超级超级泛用性高的一个潜能 这个潜能呢 基本上就是增加你的命中率 加还有增加你的火锅范围 所以只要你装上 他就一直会有这个效果 反正就是很好用的一个效果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你看这个户是会有这个抽取 这个大头卡的 Event这个活动 还有一个衣服 好 Failboard 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他的技能吗 还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基本上就是长这个样 好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基本上直接来看他的技能 哇靠呗 怎么他的框是这样的 The Basketball Hukuroko Pace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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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眼睛发光了呢 还有这个 背面是不同的哦 你赢了哦 你赢了 很帅很帅 来看第一招 是一个灌篮技能 好 这个是两分线 直接跟他灌下去 再来看 哇这个突破 帅帅帅 这个范围 真的是欢迎圆圆座 我记得这个动作 他开zone的时候打清风 就是这个动作了 好接下来看第三招 哇火锅技能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 来第四招 是一个突破投篮 好 大招不用看了 就是zone 开这个领域啊 不是领域展开是 是一个zone 好开架 好像是有六星灌篮的 我看那个预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千副 延伸 来看先看第一招 使用范围 还有这个 是什么 好像有一种慢半拍的感觉 不是啊 这个应该是二段灌篮啊 这个是二段灌篮 因为它有个慢半拍的感觉 来下一招 这个是 不懂 感觉上也是一个普通的一段灌篮 好 这个最后一招 十个点券 哇 被盖了还可以穿球 嗯 这个应该是一定几率触发的啦 就是有几率触发 然后没有了 哎 稍微的少 总共只需要 12 22张 欸不是还蛮多的 好接下来看这个第二招 来 这个突破 嗯 两段突破OK 正常 这个幅度不得不说 还是蛮大的 好再来看下一招 然后这个突破加灌篮 OK原来是放在这里 就是突破的时候 可以直接连接这个灌篮 不让人家撞停 加前面的槽 还是蛮好用的 好 哇开起zone过后 这个多一个键 可以做这个 三段突破吗 反正就是第三个点位啦 然后可以冲进去里面 哇这个真的是超帅 你看那个影子 你看还有那个zone的范围 还有那个速度 可以不玩吗 这角色 反正就是有残影啦 看到这里 哇哇 哇哇 哇 直接突破到里面 再加一个灌篮 直接飞进去 很快很帅 我怎样玩这个角色啊 好好玩啊感觉 来看下一招火锅技能 OKOK 这个应该是 盖一个工况技能吗 反正应该是 有盖里面跟盖外面 都是乱盖 好这里这个 诶 应该是盖了过后 没有这个僵子 然后你马上可以加速去 去捡这个地板球 这个是开起zone过后的一个 菜品球的东西 好再来看这个下一招 哇 直接 这个是盖二段吗 直接盖二段吗 直接盖二段吗 不懂耶 这个感觉很帅耶 这个火锅 针之火锅啊 真的是 有点恐怖啊 哇 再来看下一招 下一招 这个是突破 诶 这个就感觉还好啦 突破前去 然后一个极青投篮 这个感觉很容易被干扰 虽然可能没有这样容易被盖 但是我感觉很容易被干扰 这个 嗯 有点浪费卡 好再来看下一招 哦 有接球投篮 哇 如果它使用范围是整个这个二分线的话 哇 我觉得这个可以可以 这个有点东西 好再来看它接球 哇 接球投篮可以变成一个灌篮 假头脑真灌篮 哇 可以可以 再来看下一招 接球突破 哇 这个接球突破 我感觉上这个角色真的是有点恶心 再来看下一招 这个 针之 突破投篮 就是突破右边 然后突破回来左边 再加一个 飘移投篮 帅帅帅帅帅 眼都滴炸 完全是 好再来看下一招这个 嗯 没有写是什么 有啦 只是我不会看日文 哈哈 好再来看这个最大的大招 Zone 来看这个第一招 哇 开始转过后这个跑速 哇 开始转过后这个是什么 OK 代球的跑速也有增加 真的是恐怖的咧 然后这个是什么 开始转过后 哇 可以直接普扣 嘖 哇 这个普扣还是旋转的普扣 哈哈 好帅啊 这脚上啊 然后这个是加能量 诶 这样子看下来其实它的技能还蛮少的 嗯 好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还有多少账的话就在这里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EV 哇 直接有两套衣服 这个衣服还是新的先来看这个限定的 这个限定的是一个闪电的特效 蛮帅的蛮帅的 但是啊这个衣服是一个短袖的这个摇滚衣吗 好看它Zone过后也是有一个闪电的特效 哇 这个特效完全是拉满啊 这个特效是杀小 这个特效很够力帅啊 哈哈哈哈 这个全型的衣服是要 没收这个客长的钱吗 哇 这个已经是目前最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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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衣服 加这个特效了 好好好好好好好 接下来看这个提板就是跟这个旧的黑子 还有这个黄赖 还有这个赤丝啊 所以这个羁绊感觉上没有到太难解 因为我觉得这个黄赖的位置 玩法跟这个火神还是蛮相似的 有玩黄赖也可以玩这个火神 哦啦基本上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啊 不得不说真的是帅到爆炸 我真的是超想要玩这个角色 看看它的技术数值 你们这里如果想看的话继续翻译一下 反正这样看下来应该是蛮强的啦 这个角色它是偏属于进攻型的火神啊 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蛮需要这个 make some noise啊这个天赋异柄 反正就是需要做多一点事情 然后再加这个大招出使能量 开局尽快的把这个zone的这个能量累积 给它累积起来 然后只要开启zone啊 它的所有防守能力 进攻能力 突破能力 带球能力 运球能力 跑动能力都会增强 所以这个天赋异柄大招出使能量 跟这个make some noise加能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火神就是这样玩啦 到时候它的玩法应该是跟这个清风大回差不多啦 就是打一个三分射手 然后在中距离线不断的投篮或者灌篮 就是猛猜拳一二段突破突破来突破去 然后开大的时候 它的防守能力 跟进攻能力又会抵达另一个境界 反正这个角色就是 我感觉上会强啦强啦 好啦今天这个zone火神大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角色如何 如果帅到我吊炸的话 也可以给我点个赞 然后在下面给我留言起来 那底下有个line群组欢迎加入 在description box里面点击加入 可以进来聊完天主 对 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sayonara